好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三千名的农民走上街头 来到了凯达格兰大道上 要求政府不要再有灭农的举动 他们抗议政府的土称条例 一拖再拖 对于农民的承诺通通都跳票 而农民团体呢 是带着怒火上街头 夜宿在凯达格兰大道 他们提出了三大诉求 包括要求政府要立刻 修正土称条例 要反对政商跟农民抢水 还给农民粮食自主的安全 而白米炸弹客杨儒门 也悄悄现身 怒披马政府现在离权力太近 离人民太远 严正抗议土称修法承诺跳票 农民团体止不住心中怒火怒杠马政府 来我们大家都是 都是马英九的票 以前投给他 那个票已经投错了 这投错票了 如果今天政府是为人民而做事 但是你今天让你自己的人民 拎着雨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感同身受的心态 离权力太近 离人民太远了 去年农民大规模上街头 表达大谱案不公 但一年来各地又陆续发生 征收农地 以及政商与农 抢水问题 加上近期水果产地价格崩盘 农民机院重返海道提出三大诉求 要求政府立即修正土称条例 要求水资源分配正义 更要求还农民粮食自主安全 现场数千位农民发出怒吼 夜宿海道 把连日来马政府的不公不义 一次途径 三丁新闻综合报道 夜宿海道的活动到了今天早上 农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晒稻谷 要举行祭天仪式 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仪式 向马政府表达不满 而有农民谈起了政府 强制争地的政策 更是一度哽咽 一大早天才刚亮 农民团体们就在凯道 倒下两千斤豆骨 用晒稻行动抗议政府 土征条例一拖再拖 农民团体发出怒吼 因为政府对农民承诺全跳票 不只晒稻谷 农民们也在总统府前 举行五谷神农大地 祭天行动 整桌满满的贡品 有苗栗大埔的菜豆玉米 还有新竹图域的白米 全部都是出自农民之手 担心农地被征收 再也种不出这么漂亮的蔬果 阿嬷悲从中来 现在你把我田要遵守去 你叫我去吃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真的 马总统还有财团 他不知道就是要抢钱 农民们怒吼马政府 还有抢保中的婴儿 也身穿西瓜状 呼吁政府重视农民权益 因为他是从小吃西瓜 吃地瓜长大的 之前没办法来参与 所以说这次就 一定要来第一次的抗争 反对政商和农民圈水抢地 农民又实际行动 向政府怒吼连日心中不满 三地新闻江一红串 由SNG小组台北报导